假如你考試寫到最後 然後你已經時間快不夠了 然後剩五分鐘可能已經沒有寫 你就要快速關卡題目 然後快速拆它 那拆法是這樣的 你這裡 X下根號2跟X下根號2加1 那我們知道通常你的答案 不會這樣寫到X的東西 所以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這個東西 這一串東西 會跟這串東西 有部分會小調 就是這個一個小調 就會小調 然後會剩一個E 那E的話 因為它可能是正負1 所以你就是這樣去猜 就是猜正負1的其中一個 那因為它有給你這個範圍 它有給你這個範圍 x大於 x大於根號2 x加1 這個範圍 所以 你把這個 移過來 然後E過去 就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根號2 減1個 x 是小於 負1的 這樣子 然後可以求這個 x的範圍 然後代入以後 會得到一個 消除的動作 所以 可以得到答案是 1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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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